4月26日在安徽复养 民警在疫情防控卡点 发现一位女子表情异常 对女子身份信息进行核查 确认女子系涉嫌开设赌场的网上再掏人员 女子男友得知这个消息 当场崩溃 你骗我吗 你子 自己的女友竟然是逃犯 那句你骗我好扎心呀 当时电动自行车逆向骑在欧海大道高架低车道上 一个掉头打算穿过车流到边上去 这时后方一辆轿车开上来 把骑车人连人带车撞出了好几名远 骑车人没有带头盔 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 发现这个电动车的驾驶员受伤比较严重 对事故发生的情况呢 描述不清 男子只说了自己姓沈 为什么骑上高架答不上来 这时一个来自辖区派出所的电话 帮他做了回答 有群众报警说自己的电动车被偷了 经过进一步调查呢 这起交通事故中的电动车 正是这个驾驶人到抢这个电动车之后 在逃跑过程中 驶入高架桥 发生交通事故 事发当天早上六点多 电动自行车车主 发现车子被盗 出门寻找时 正好看到沈某骑着这辆车 沈某加速逃跑 还骑上了高架 在车流中反复穿梭 结果出了事故 4月27号在天津 来自经研究点 突就被发现了 老板娘出手不费 将来自直接了到 老板说 以为是客人进来买酒 想给他带着的时候 他再起来就想跑 正好就把他抓到去了 老板娘身高一米起 两三下就把那只控制到了 老板娘说 当时没让那只赔钱 最后那只被民警带走了 视频中 一男子朝正在行驶的 大货车前方飞扑过去 随后快速躺在地上 准备碰瓷 大货车正鸣笛市警时 下一秒 一辆警车就出现在身旁 男子健壮 立马起身逃跑 两名民警随后将男子支付 这恐怕是见过的 最快出警了吧 下面这些警察同志的反应 一样很迅速 4月26号 冲青一第一宫 因为开出了刀行 遭口到皮银子 X号遇到在红叶 尼斯伯会熟悉的民警 于是民警赋予同志和包围 齐心协力 帮他脱困 打掌杀 人吗呢 他在后面前呢 啊 他在后面前呢 等我靠我 小慧媲 我想试一会 那个 你们能不能自己 娘不能自己 妳能不能自己 电锅子 你们可以开 电锅子 然后我把瘀子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这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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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